元宵佳節 江湖傳聞以下名聯 洞中泉水流不盡 山間清風迎面來 十八禁 看過I Cantonese族的幾句 咸濕夏聯 便知什麼叫 抵死 過癮 絕核 本視頻內容歸入成人題材 十八歲或以下人士 須有家長陪同觀看 敬請留意 相傳宋朝有一位大財主 其女兒長得標致 且從小接受良好教育 長大後成了當地有名的才女 轉眼間 女兒到了識分年齡 才子想為其損勢 奈何挑來挑去 都沒一個合適的 最後決定用對對聯的方式招親 女兒出了這句上聯 洞中泉水流不盡 結果有位才子 對出山間清風迎面來 這樣一句下聯 由於這句下聯 既於上聯對象 也承接了上聯的意境 才女誰認定此君為夫勢的最佳人選 基於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 人們對有關兩性的課題 基本上不會宣諸於口 可者無礙文人雅士於這方面的創作 當然他們會用上較隱悔的描述 使作品樂而不淫 這類可被現今界定為十八禁的作品 令人看後引盡不禁 廣東人還會大夫 活該死 過人 絕惑 以今集所引用的對聯為例 洞中泉水流不盡 山間清風迎面來 看上去內容絕對是描繪山水的意境 然而如果大家戴上幼色眼鏡去看上聯 或許你會有驚人的發現 動指女性陰暴 泉水指愛逆 流不盡指流量連綿不絕 這不就是有點而廣東人所指的色色嗎? 刀 槍 蟲 炮 中國人的刀和槍屬傳統兵器 衛免在名稱上有所混淆 早於十二三世紀發明 用火藥的火槍 多叫火衝 放的多是圓彈 大的火衝叫火炮 所發的叫彈圓 自古以來無分跪戰 強大的性能力代表著男性剛勁的一面 自衝、炮的出現 人們已有拿 衝、炮來比喻揚具 現代人則多用手槍 上聯如續上下列 由I-Candinese創作的下聯 洞中泉水流不盡 衝中圓但放不止 洞中泉水流不盡 炮中但圓發不圓 這就成為不折不扣的咸濕聯鳥 歷來民間會叫揚具做蕭 所以另一個教文雅叫法師管子 由男性的精液可俗稱作男執 如是者以下這副對聯更形露骨 洞中泉水流不盡 管中執液卸不揭 如果上述內容令你尷尬 不安或者感覺冒犯 I-Candinese僅此自怯 I-Candinese愛廣東話 諸事八卦 如果覺得內容適合看的 Subscribe i-C Suzuki